32. 《工商時報》 就職第三年曾名中推五大金融新政 2015年7月27日要問A1頭條彭晶寧金管會主委 曾名中31日上任屆滿兩年 針對就職第三年目標 他再次提出五大金融新政策 即年底前會推出第二屆台股揚升方案 加速金融亞洲杯、金融商品創新 推動台灣成亞太理財中心 金融通路數位化 不讓台灣企業將跟拔酒增名中說 絕不能讓台灣企業將跟拔酒 甚至要吸引海外華人二千億美元資金來台理財 也就是創造台灣連結優勢Taywin-Linked 另外,希望金融亞洲杯在2018年以前展現成效 曾領悉中表示 台股揚升方案陸續上路 現在就時等制度走信了 年底到明年初就會公布第二波的台股揚升措施 除了繼續深化與國際制度接軌 更重要的是擴大台灣優勢 如產業多元化 有很強的科技產業及紮實的全產製造業 另外如資金充沛、財布透明等 繼續強化台灣資本市場的籌資能力 他強調,繼續擴大資本市場 才能強化企業與台灣的連結 如無公司繼續在台上市櫃、海外紙公司回台 包括F股等,要用資本市場 讓台灣企業、台商永遠與台灣連結在一起 跟不能拔走 目前金管會仍在收集各方資料及規劃 預計年底或明年初 台股揚升以職會公布 如擴大當中標的、延長交易時間、強化 F股上市等都在考慮之力 曾領悉悉悉中說 第二是加速金融亞洲杯 由於推動金融業打亞洲杯進入第三年 相關法規將繼續檢討、鬆磅 金管會週四三十日 與八大金控董事長會面 職會要求加速報局 否則時間已狠緊的 接下來並購機會將越來越少 亞洲杯效益2018年展現增領中強調 亞洲杯是為了要分散金融業集中度風險 擴大市場、服務各地台商 也提升競爭力 目前已有十八宗成功案例 預計下半年仍會有新的海外投資案 如果2018年 選出的八大金控就會有一些 具備區域金融機構的價勢及初刑 屆時海外收益也會顯著增加 把外銀的業務搶回來第三是金融創新 各銀行要提交金融創新企劃 曾領中強調 今年是金融創新元年 除了年底前加速各項法規檢討與鬆磅 以要求各金融機構強化自身商品研發能力 無論是自海外引進 自行研發 緣分研發人員及團隊 或是直接自海外並購研發人員 國內金融機構都必須逐步提升自己的商品開發能力 推出更多樣化的金融商品 讓企業理財更便利 民眾也有更多元的商品可選擇 曾領其中預估 隨著法規自由化 運用大數分析 及開放高級專業投資人 未來台灣會更多客製化 個人化金融商品 他其許國內金融機構將過去外銀再作的業務 那回來自己作 至於第四時推動台灣成為亞太理財中心 曾領中表示 曾有外銀估算海外華人資金圓超過二千億美元 台灣位在亞洲酸紐位置 交通發達 錢放台灣相對安全 加上東南 新加坡 香港有不少旅客來台自由行 可吸引其在台開戶 將會透過國際金融業務分行 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 及國際保險業務分公司 最後第五項是 金融通路數位化 曾明中一再提醒金融機構因應網際網路 社群網站 大數據 行動金融及物聯化的相關趨勢 一定要進促加大資訊的投資 金管會預計8月底前即會開放金融業可百分之百投資 金融科技 Fintech產業 同時年底前要提出分行轉型 員工在職訓練與轉型計劃 曾領中說 替代金融alternative finance正在崛起 金管會將繼續研究 網路個人借貸業務 及純網路銀行設置 只要到時就開放 到時只對國內金融從業人員工作團 不能產生太大衝擊 不能有太多後遺症 就會開放 金管會將審慎觀察國際趨勢 督促國內金融機構加速因應 相關新聞見 A.E.